欢迎来到即场教脑之日闻必答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今天是有王伟豪先生Rafi 你好 看大市方面 跌幅有510点 19354点 跌幅有2.55% 成交眼574亿多 比起之前有几天明显在继续收窄 其指是低税25点 做19339点 下跌446点 成交量84000多张 一起看看email方面 Vicky就传了email 想问一下问题 都有好几只 他说想问一下 編号2333 长城汽车的前景 和363 上海实业的前景 还有另外两只 就是4号和14号 分别是九仓和希臣 他说目标价又到哪里 不如再说一说 Rafi先说长城 第一只长城汽车的23条3 未来怎么看 或者走势上 应该是什么价格 跟进 某场上之前都说过 整个汽车业 的确来说 我们这一刻为止 都暂时可能相对看法 比较审慎一点 或者不是太乐观 因为都会觉得 真的 可能之前的 除了补贴完了 全部等等都好 甚至之后 没有一些新的 即是相关汽车 一些来好的 一些政策上出来的时候 某场上我都会觉得 整个汽车版 增长期有机会 已经慢慢过去了 而你说现在出的 一些政策上 很多时候都是 电动车 或者新能源汽车 才有相关的消息跟进 但你说对于一些 传统汽车上的一些新闻 其实这一阵子里面 就没有太多新的 一些消息 如果整个汽车版 看得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但是 如果怎么都要 选择某一只 究竟长城好不好 可以选择 其实之前都说过 某场上 在这一刻为止 如果你问回 现在整个汽车版 选择哪几只好 或者哪一只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的确我都会觉得 长城可以稍稍留意一点 因为超年我都是那一句 虽然你说 欧债方面 随着欧盟的峰会 沿着有些励力舒缓 或者现在你看到 近期美国的数据 有点淡上来 就是 有点好一点的一个因素 记者加加麻麻 令大家对之前那一刻 可能环球的经济衰退 或者叫 经济滑落 有一些 减低了意味的迹象 但减低了也不等于 叫真是改善了 或者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我觉得某场上 经济 就算真的不衰退的时候 下滑的风险 一定是慢慢浮现了 如果当经济真的慢慢叉择的时候 特别拖累到内地方面 如果要买车的时候 相对对需求 或者要求上 可能会比较降低 甚至会觉得 真的 不宁愿买一些便宜 或者相对 以实用一点的车为主 所以这刻为止 如果你要选择的时候 我都觉得真的 可能长城稍手 跑赢了一点 再加上讲 正宗长城刚刚出的第三季 数据来说 依然都叫了 几好 基本上 亦都达到全年目标 差不多 比较近之前的七成左右的位置 我常常都应该预期可以达到标 再加上讲 现金流方面 亦都这刻为止 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 所以记者加加万万 我都觉得真的长城 可以考虑 但为一个走势上 可能延加段的价位上 就不太好 因为似乎中线这体 依然受了下降通道 但为一好的话 就会短线 依然叫力守住一个 箱底的颈线位置 正正是延加段 现在10.4L位置 所以某种程度上 如果要迫的时候 其实这些位置都可以考虑 迫一迫 但某种程度上 上网空间可能暂时不太大 先看下降通道 大概11.5L位置 相反 如果反复下回村民位置走 村亚天线 我会建议大约9.6L位置 适宜先行做止蝕 短线操作上 先看11.8L 下网9.6L位置做止蝕 高盛方面也出了一个报告 他说中国的汽车行业 其实淘汰整合都很激烈 大家都知道 这么多品牌 大家都在欠市场份额 他说 予料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方面 是会脱泳而出的 我想问一下Rafi 你觉得是否这两只 都叫做大一点的汽车公司 是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如果说到整合 涂汰方面 究竟长城 甚至说吉利 够不够争 或者是否真的可以脱泳而出 的确几个因素 看回 如果真的银在规模上 或者市占率 甚至等等因素 看回的时候 我某种程度上 未必太同意这一点 只要你说 如果有市占率 当然看东风方面 这些车旗 甚至华晨方面 始终来说 可能卖的车都比较 即是叫品牌型 如果真的整合起来 或者银在上来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真的可能都以他们为 稍稍清先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自己都会 相对来说 现在你问回的时候 但都看回长城 少少走势 的确我觉得 看的话 看这一层 或者现在整个大气候环境 因为相对来说 现在经济感的问题 的确如果要选择 也会回回刚才所说 我都会选择一些 比较低端一点 少少的汽车 相对是比较受惠性高一点 所以如果真的只憑这一点 我觉得现阶段 真是质疑 可能如果考虑跟进 都要留意回长城会好一点 反而高盛方面的报告 也好 或者怎样都好 如果真的整合比较 未必来说 这么快长城或吉利 是可以 就是赞得赢 因为始终他们相对的 规模上 或者始终都叫民企 相对规模上 比较 相对东风这些来说 是有点损失一点 好啊 再说上实 他都想问一下前景 看见上实都连升了好几天 今天跟随大市有个回落 跌超过2% 这一只你又怎样看呢 上实方面 的确来说 虽然今天 叫金湾城的大市 有借势的一个调整 但是一好处就是 始终都叫做 整个走势上 我都觉得 暂时这一刻看 未主体太过差 因为始终来说 整个走势的图体都会知道 虽然也都一样 叫做 从去年年尾开始 都要压住一个明显的下降轨 压住一个下降轨 但是为什么自己都会觉得 走势上未必太过差 因为始终看近期 由8月开始看 整个大市 调整了这么多 但整体来说 你见到上市的股价 都叫在这个区域 大概20元边至26元的区间浮沉 慢慢来说 更加形成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 可能类似福色头肩底的形态 现阶段来说 26元边有正正的颈线位置 能够升穿 虽然这一刻都叫未知数 但某财上我会觉得这样看 如果我来着的话 其实我觉得手得找这些位置 即大概25元边的位置 其实很有条件 乘着如果当我市 叫这一下调整完的时候 一起借势追捧 某些股份 或者叫再追上的时候 要突破26元 都不是一件难事 因为像我之前这几阵上来 完全有成交推动 只不过是短短升完之后 稍为这些高位做好整股 所以某财上只要 未来能够突破26元的时候 都能够初步确立 这个头肩底 即是福色头肩底 都叫做成立得到 如果真的可以 而成立得到的时候 初初我反而可以更加上映 更加高位置 如果量度升幅 其实这里大概是 4至5元这些价位 正正配合上 大概是28至30元这价位 正正是之前这些高位做好的陪回区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慢慢营造这个位置之后 当打落底 真的可以 慢慢形成这麽利好的形态 所以我觉得暂时 这是为止 虽然中线的看位 这场线看还不是太好 但始终来讲刚才那句 短线看回形态 稍稍转转好一点 好 麻烦了Rafi 还有两个 我们稍后再回答 看到大市方面跌幅都收窄了 现在跌着468点 做19,394点 而成交有591亿多 而至于期指 就是低税40点 19,354点 下跌就是436点 成交量86千多张 家庭观众有任何疑问 记住可以打电话过来 电话No.2804-6566 和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ask.bschannel.com 下一节就是最后一节的问答环节 记住把机会打电话过来 继续收看我们 要财财经台 我们一会见 我们下期再见